赖清德一直以激进的台独面目示人 自称台独工作者 为什么现在突然变脸 台湾人民会相信吗 当然是不会相信的 大家都知道这是为了选举 说的选举话 当然我也讲过 连美国都不信任他 所以说他最近就像 又大转弯 像肖美琴也是一样 他现在的做法 就是还是要 依美谋独 他想就是靠着购买军备 还有外国势力的支持 事实上就是吃人说梦 在前阵他又说了 很要命 他说了一句话说什么 他说我们台湾地区领导人 将来有一天要走进 走入白宫 当他说了这句话 第二天美国马上就有反应 就给他严厉的警告 之后他来了美国一趟 美国对他的接待 说起来真的是 说起来是很冷落的一个接待 怕他就像过去的沉水扁一样 所谓的麻烦制造者 这是为什么美国人 一直对耐心的不是很信任 不是很信任 如果利云当选的话 可能就是说 可能会造成两岸之间的 更关系 更紧张 而且兵凶站围是非常的可能 这也会造成美国的一些 头痛的情形 那谈到为什么这次这个民营党 为什么这么不得人心呢 当然因为他民进党这个执政 这贪腐是不断的 还有一个就是 两岸的关系紧张 造成那种兵凶站围的感觉 还有经济当然不佳了 民生凋敝了 有关系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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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生击站围的感觉 有关系紧张